据说它是人体温暖的开关 对 极权确它很特别 它是在腋下 它很像是我们要散热 或叫发热的地方 你发烧的时候 小朋友冰孵带不用放在这边 我们可以放在这边 去可以散热 可是我们在很冷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1929不出手 就偶尽上都很喜欢放在这边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拳头放在翼窝 这边有两条翼窝动脉 这地方是一个冷热最交界的地方 你去刺激它 你把拳头很简单 就把拳头放这边 用手去硬压 挤压腋下的时候 其实这是心筋非常重要的穴道 极权穴 它是会刺激全身发红发汗 在一个心脏背 比方说心肌梗塞或心脚痛 甚至在一个身体循环 比较虚弱的时候 极权穴都可以达到它的一个效果 就让你迅速可以发汗 发红发热 有些人他在一个晚上是 他的脚已经放在棉被里面 放了两个小时 还是很冷 他老公还说你的脚怎么冷气气 其实你可以让腋下 请你老公或自己都可以 按这个极权穴 两边都更有一个对不对 去按它 可以让它整个刺激循环 更加畅快的方法 OK 所以周医师 我们不用特别找 就是把拳头握了 放下头这样压就好了 一窝在深凹处的地方就可以了 OK 黄医师曾经用这个来急救过 对啊 因为我有一个同学 他其实也是年轻人 但是很多年轻人 年纪轻轻就高血压 就要可能有一天 他的药可能吃得比较多 血压突然就休克了 在门前去爬山的时候 那时候他躺在地上 全身发白的时候 我就去按他的极权穴 极权穴除了说 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 是用拳头这样去按摩之外 对 他也可以捏 就像我们胸大肌 把这胸大肌在腋下的肌腱 就去捏他 其实轻轻捏是算是酸爽的 那中按的时候 是会 弹起来 对 他会弹起来打你 真的喔 结果他弹起来打你 像人中穴那种急救穴的概念 甚至他可能比人中穴还要痛一点 如果大家可以就是 可能老婆捏老公 这样子会下手狠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要帮小朋友捏 他会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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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早上在非常寒冷的时候 或温差非常大 早上之外 还有另外第二个时间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男生很特别是 男生在一个过劳 在一个工作压力很大 每次其实在急性高血压 还有这样子 比方说有些中风前兆 很容易在中午吃完饭 到四点左右 这时候在一个交感 跟副交感时间 叫交界的时候 事实上在男生上班族 我建议你可以到茶水间 或去Sever买咖啡的时候 按摩一下急旋穴 对你的身心舒畅 和预防危险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曾经有人教过说 用这样空掌拍 就比较没有效果了 是吗 空掌拍它对于整个 一窝的动脉和刺激旁边肌肉 比较会太轻柔 太温柔了点 好的 所以提醒大家 我们的九九养生法 在二九的时候 是要按摩急拳穴 就是把拳头放着 然后另一手稍微压它 这样子很简单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虎口 抓你的这个腋下这个地方 喜欢健二零零吗 一定是非常喜欢的吧 那么请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订阅 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随时有最新的健康信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咯